这样也行 你现在的手法好多 特别麻烦洗起来 来 这边洗个脚 我每次洗头就先洗脚 我都好吓人 我这头发特别的多 所以还没打去完呢 我脸上浮得护肤的又没了 我脸上浮得护肤的 就被 我每次这样洗头 我的脸都 等于说又重新洗了一遍脸 我待会还得再擦一次 浪费护肤肤 等一下 等一下 我现在要得涂那个 洗发子 吃这个 护发乳 洗涂呢 在这儿呢 找到了 什么天津苏水人 这是家里呀 九点 要掉了 这样没有走光它的吧 因为头这样低下来应该挡住 挡住胸口的头 挡住胸口的头 不够湿了 没有那么多水 好烦 平时我自己在家根本不想洗头 我开了直播你们在那看着我的话 我还觉得时间获得快点 我还愿意洗 不然我才不愿意在家洗 太麻烦了 我这头发噎的太多了 你看我刚刚拿了这么大一口洗发露 这么多 但是在我头上都没多少点 都还得一直加 我上次看到一个新闻 一个视频 它说像狗狗 洗澡啊上厕所的时候 它为什么会在旁边陪着你 因为它会 因为它知道它们动物世界的话 就是在上厕所的时候 是最没有防备的时候 就会容易被偷袭 被那些就是大的 那个生物 就是那些动物 可能来就是猎捕它们什么的 所以呢 它们一般会守着它们的领头 就是会守护 就怕我被偷袭了 所以现在还一直在外面守住我呢 原来是这样 就是怪不得为什么我上厕所啊 还有洗澡啊 干嘛都洗头 它都会在外面守住我 我这泡泡怎么感觉没这么好泡泡 我这真感觉没啥泡泡 是不是 是不是应该再多一点 这下鲜泡 是不是 那么 像这样 好 我 好 我 对 好 谢谢观看